我們現在來組裝 這台BMW 24輛跳椅的 我們現在的後輪是開始的 這個有附上工具 附上這個操作的工具 這個突出來的 這個是後輪 有分前後輪 平面的是前輪 我們先安裝後輪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羅帽 兩邊都有記得 兩邊要同時上去 不然這樣子的話有可能會轉不下來 兩邊要同時 我們先把這個羅帽拆下來 另外一邊的也拆下來 它這裡有一個 橡皮筋 這個橡皮筋 把它拿掉,因為這個只是預防說 我們現在還沒有組裝在搬運的過程 這個馬達不會掉下來 那我們現在既然要組裝了,這個就可以把它拆掉 然後把輪子裝上去 好,輪子 這馬達把它放好 裝上去 好,裝上去之後呢 記得先上電片 螺絲 好,羅馬 另外一邊也一樣 好 好,這時候要上鎖 來,兩邊 同時要鎖緊 記得後輪要鎖緊 好,輪子才不會掉出來 後輪必須要鎖緊 好,鎖緊一點 OK 這樣就OK 好,接下來要換手前輪 那前輪比較特別 我們看一下 前輪是沒有馬達的 所以它裡面有一塊電片 裡面先放一塊電片 要記得 然後呢 輪子 平面的 這是平的 前輪的 再上去 上去之後一樣 上電片 好,我們先稍微給它上鎖 鎖一點點 大概另外一邊 一樣,裡面要有一塊電片 好 那前輪再鎖 要記住一個重點 前輪 不可以鎖得太緊 太死 適當就好 你看 鎖完之後 前輪可以這樣轉是正常的 你不要鎖到 無法轉動 這樣不行 鎖緊之後要轉一下 正常 OK,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鎖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輪蓋 來 來 他最近要注意看他這個都有一個 一個卡扣的位置 好 孔洞對孔洞 一聲 好 就是OK的 那四個都把它裝好 好 好 OK 那我們要組裝椅子 來 椅子 好 那椅子的話 他有這個鐵管 這個椅子可以調整前後 所以他有附這個伸縮鐵管 跟一包的這個零件螺絲包 來這個 前面 他這有有有剛好有這個螺絲口 所以這個 這一個 在這裡 先鎖前面把它固定好就好了 前面 這裡先不要鎖 鎖前面就好 然後呢這一塊 來 這有個孔 有沒有 螺絲的這個是像那邊 好 就把它插上去 然後後面這個給他螺絲 抖上去後 OK 然後呢 所以這邊有兩個螺絲口要鎖 這邊也有兩個螺絲口要鎖 來 這裡有個調整的 這個 然後把它往後拉 有沒有 這樣放下去就剛剛好 好 然後呢螺絲是鎖上去就可以了 好接下來呢 方向盤 來方向盤螺絲 這個線要弄起來 這個 這掉下去要拉上來 然後把線 裝上去 這個公母 看一下 這有一個凸起來的 有沒有 凸起來的 那這個地方 凸起來直接上面 卡上去 線要先塞下去 好 然後呢 LOGO 好 邊來的LOGO要正確 之後要插上去 但是現在這個掉下去了不行 我們要把它從下面這樣 把它推上來 好 現在這個掉下去了 那我們要先這樣子 把車體稍微側翻 好 來注意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 這個把它推上去 把它推好 讓它可以爬上去 有沒有 推好 扶著它 不要讓它掉下來 好 這個軸心就上來了 這個時候呢 放下去 好 然後我們要鎖螺絲 看一下輪子 好像可以操控方向 有沒有 就完成了 就OK了 裝這個擋風鏡 好 這個卡榫嗎 最好 對好 這個要確定有壓下去 有壓下去之後有沒有 仔細看一下它就有一個凹槽 有沒有 就有一個凹槽 這樣子 這就是正確的組裝方式 好 好 引擎蓋 好 跟偵測一樣 好 它這個本來好 它這樣子嗎 對 這裡 旁邊 先開 好 這是我們電池 電池 裝好的時候 把它這樣鎖定 不要用的時候 或者是你要換別顆 沒有電的時候 要換別顆 可以多買一顆電池 來備用 沒有電的時候 就可以立刻交換 就可以立刻交換 這樣子就可以把我們提升去行李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測試 它還有一個這個 這裡 這地方注意看哦 這裡還有一個 喔 保安絲 保安絲要插上去 插上去 好 來 電源啟動 好 好 好 那這個呢 好 這個可以用文 清理把這個把膜撕開 它就會跟偵測一樣很亮 來我撕開 你看一下 就非常的明亮 非常的明亮 記得把它撕開 那方向盤 後視鏡很簡單 旁邊插上去就可以 好 插上去 好 一聲 這裡的開關 來看一下 這是飄移模式 所以我們不用的時候 就把飄移開關關掉 想要飄移甩尾的時候 才打開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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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 你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